欢迎收看抢转绿精彩单元 我是今天节目主持人 工商时报社长陈国伟 在净零排放以及环保议题下 我想大家常常听到碳中和 碳税 碳废等等的一个名词 大家是耳熟能详 那我们今天想跟大家介绍的是 一个新的名词叫碳汇 哪个汇呢 就是汇率的汇 外汇的汇 碳汇 那我们今天很荣幸 我们请到台大森林系的 蔡明泽 蔡教授 他是台湾森林碳汇的一个专家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什么叫碳汇 那碳汇的种类有哪些 以及台湾可以在碳汇上面 来这个可行的方向有哪些 那今天谢谢这个蔡教授 那第一个问题想请教蔡教授 是碳汇到底分哪些种 然后目前的一个现况是如何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所谓的碳汇就是carbon sink 它是储藏二氧化碳的一个天然的 或者是人工的一个仓库 那这个可以透过森林 或者是海洋 或者是土壤等不同的途径 将空气中的碳捕捉以后 封存为所谓的碳汇 那我们一般来讲森林就是绿碳 那海洋是所谓的蓝碳 那土壤就是所谓的黄碳 那这三种碳当然有它的差异性存在 那我以这个MBS就所谓的 Nature Based Solution 就是自然为基础的一个解方来讲 森林碳汇是最受到企业的重视 因为森林是地球最大的一个陆地的碳库 那我们知道这个树木 经过这个光合作用 它吸收1.6吨的CO2 它可以产生1吨的生物质 那产生1.2吨的氧气 那这个生物质就是让它可以长高长胖 所以其实很多的碳就固存在树体里面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透过一些 这个造林或更新造林 或者是我们的森林经营管理 可以减少毁林的话 可以强化我们森林的一个碳汇的功能 以减缓气候的一个变化 还有保护跟修复生态的环境 那除了这个造林以外 还有一块很好的碳汇的一个场子 就是所谓的森林的土壤 森林的土壤其实存在着不少的碳汇 我们知道森林的土壤里面 有很多的枯枝落叶 然后在森林里面也有一些已经没有办法行过作用的枯死木 这些都有碳在里面的 那根据一些研究显示 我们知道如果这个土壤的碳汇再算进去的话 大约以我们亚热带来讲大概有一半的碳 跟我们的树体来比是有一半的碳 所以在树里面的碳存在不只是在树干的部分 在它的灌层还有它的根部都有碳的存在 还有包括土壤都有碳的存在 那其实我们有很多人都认为森林 有森林就可以开发为碳汇的专案 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 的确要有碳汇才有碳权 那以京都议定书在森林的碳汇的角色来讲 其实有主要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要新植造林 新植造林的意思就是说 以前不是林地的 现在转化为林地的一个造林的活动 比如说农地来造林 这就是新植造林 那第二个是更新造林 通常是指森林或者是林地 经过人为的砍伐殆尽以后 透过自然或人为的方式 再次的让它成林的过程 这叫更新造林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加强森林经营管理 也就是所谓的IMF 这个以森林经营技术的投入所额外增加的碳的吸存量 可以并入排放减量的一个计算值 这三个是具有碳汇功能的经营活动 是在京都议定书里面 我们认定的一个森林碳汇的角色 那当然毁林绝对是minus 具有破坏森林碳汇功能的一个经营活动就是毁林 毁林的意思就是说 去森林化的破坏 把森林变成不是森林 将森林地变成是耕地 或者是木地 或者是这个城市用的一个用地 所以在去年COP26里面 有一个达成就是在2030年的时候为止 我们禁止毁林 从2030年以后禁止毁林 到底就是要增加整个我们的一个碳汇的功能 这个就是在京都议定书里面的森林碳汇的角色 那碳汇要作为一个碳信用的指标来进行交易 必须要有很多的要求跟条件 应该要按照相关的规则来开发 除了申请计划的时候各种条件的一个限制以外 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有森林吸存碳的能力 如果这一片森林已经不再吸存碳了 那就没有所谓的增加出来的这些碳汇 那更不要说有所谓的碳权 这就是碳权认证能否通过的重点 那碳汇并不直接等于碳权 必须要由专责的机构来认证取得凭证 这才是能够取得碳权 那要证明持有方确实有增加森林碳汇的行为 这样才能够申请进一步能够拿到碳权的可能性 当你持有这个凭证越多的时候 除了能够抵消碳排放量之外 多的森林的碳权就可以转手 再卖给需要的企业或者是个人或是团体 那目前我们检验的标准 VCS已经非常的成熟 认证速度比较快 价格也相对比较低廉 是全球最普及的森林碳权的一个认证的方式 谢谢蔡教授这么完整的说明 那刚刚蔡教授有提到 虽然在京都议定书里面 对于森林的一个碳汇 有一个完整的定义 可是台湾有61%以上的土地 基本上是森林 而企业现在在未来的所谓的碳中和 或者净零排放上面 他们也面临很大的压力 那如何企业当然希望透过台湾的森林的一个碳汇 来这个可以改善他自己在未来的一些挑战 那目前不晓得台湾在森林碳汇的一个现况上面 跟企业的期许有什么样一个落差 那目前台湾的森林碳汇的一些困境是哪些 谈到碳汇 我们必须要谈到永续的林业经营 永续的林业经营 我们简单的讲 我们就要建过一个健康森林的一个目的 让它成为一个碳库 也就是所谓的carbon sink 那我们都知道林木生长刚才讲过了 吸收1.6吨的CO2 产生1吨的树木 然后排1.2吨的氧出去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那如果你就任由那片森林继续这样下去 树它也会生老病死 它过熟了以后就变成过熟林 生长下降 那病跟虫害的可能性增加 那也有可能枯死 那也有可能因为灵活的关系 再把这一片当初从大气里面吸收的CO2 再把它排放回去 我常常在开玩笑 就好像这个CO2透过森林潇洒走一回 那完全就是来了以后又回去 完全没有作用 所以很重要一点就是 目前也是在世界各国很多先进国家 很重视的一环 就是HWP 这一点在我们的环保署里面 也还没有方法学 HWP就是Havisted Wood Product 就是收获林产品 也就是说你这个树到了一定的年纪或大小以后 你适度的把它砍伐下来 变成是一个收获的林产品 这些林产品呢 它可以变成是我们人目构造的材料 变成是我们家具的材料 变成是我们内装的材料 所以植树减碳可能只对了一半 要永续利用 用得越多 用得越久 对于温室气体的减量会更大 更何况木质材料这个产品 它对于居住性来讲 有很大的一个美好的功能 这是另外一个议题 但是真的是值得推广了一个好的材料 未来我们国内森林碳汇的重点 其实在整个农委会提出来 也就如同我刚才所讲 第一个增加森林的面积 在整个政府的规划里面 从2030年到2040年到2050年 分别要增加森林的面积 五千公顷 一万两千五百公顷 到2050年要两万公顷 那第二个呢 就是加强森林经营管理 不容否认的 我们过去有很多的竹林 或者是林地 没有适当的做经营管理 以至于它的碳汇不如预期 那所以如果可以结合企业 来加强森林经营管理 一起合作 那我们在2030年到2050年里面 我们依照农委会的规划 可以活化大概五万公顷左右 那另外一块就是 我刚才所讲的国产材的利用 国产材的利用 我们现在的木材的 国产材的使用不到1% 大部分都是外国进口 那这个的外国进口 它碳足迹也比较大 那提高国产材的利用 我们森林那边种的砍下来以后 来做国产材的利用 到现在不到1% 那我们预计到2050年 农委会规划要达到10% 所以我觉得有很大的成长的空间 那如果我们适度的来好好地利用这些木材 然后把它用得越久 用得越多 我相信大家的办公室如果用木材内装 一定会非常的舒服 有分多金 然后又可以调节温湿度 降低冷暖气机的使用 然后又对视觉的效益又非常的好 其实我们自古以来 不管是我们的传统建筑也好 或者是我们的祖先们 很多都是木过灶 就就地取材 而且在整个一个居住性来讲 它的木质环境 的确是优于很多的其他的材料 所以根据林业部门的温室气体的排放的清测报告 森林摊位限制大概2140万公吨的CO2 那推动了刚才那些措施以后 到2050年可以增加97.8万公吨的CO2的一个吸存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 就是增加森林面积 加强森林经济管理 还有提高国产材的利用 那另外这一点 我们在国家清测里面 比较没有讲到的就是 土壤的碳汇 如果可以加上土壤的碳汇 我觉得整个增加的一个碳汇会更多一点 那这里有很多点 都是我们的企业可以来join 而且可以来看看 未来的所产生的这些可能的碳汇或者碳权 看如何来做一些分论 我觉得这才是有一点一些契机 让我们的企业来join这件事情 我知道蔡教授本身也是主导台大的实验龄的一个管理 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目前很多企业因为它有所谓的净银排放的压力 所以它很希望是跟台大实验龄来做合作 可是刚刚听到蔡教授的说法来讲的话 可能企业当初只有希望有碳权这样子一个概念 他希望应该要做一些修正 那我就叫这个蔡教授说企业如果要跟台大实验龄合作的话 你觉得企业要有什么样的心态才能达到win-win就是双赢的交口 你觉得他用什么样心态来跟台大实验龄来谈 以碳权这一块来讲目前还是非常的起步阶段国内 所以为了要提升这个企业的一个参与感 或者是未来可能的一些分享或分论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建立适当的不同森林经营状态的碳汇的方法学 因为方法学是非常重要 因为有这个方法学被认可以后 你才可以根据这个方法学去申请碳汇或探权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我们国内也有一些领主 它也可能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方法学多方的把它建立起来 帮助企业帮助政府 也帮助我们的领主来进行这个碳汇的估算 那另外呢 我们就像主持人所讲的 其实经济它可能是一个 这个一个混合的一个组合的一个模式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临下经济 因为云林是一个长期的事业 它可能是50年100年 那要永续的话必须要有一些可能的一些商业的收入 来作为以商养道的一个基础 所以我觉得像有很多临下经济的一个场合 在适度的评估以后可以变成是混农林业 比如说这个种豆木香菇或是森林的这个蜂蜜 养蜂那现在林务局也有几个是可以允许的临下经济 还有包括这个种这个这个金线脸等等 那来提升转化临下经济为混农林业 第一个它有森林摊会又有经济的收入 这个就是主持人讲的可能Win-Win 那这个林农或地主或是林主 它有这个临下经济的收入以后 它就不会随便去偷垮林木来盗卖 那这样不是对我们的森林经济更有利吗 对不对 所以台大1010其实在社区里面就推这种共用计划 我们一起来首付这片山林 只有首付好山林你的利益才是最大的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第三个就是为了提升碳汇的诱因 我们可以将企业的任养机制导入林业永续的经营 因为企业它毕竟它的资金还有它是比较丰富一点 它如果适度的能够拨出一些资源或基金出来 跟林业单位也好 或是像跟我们台大神林来讲一起合作 我们来加强森林的管理 我们减少病虫害的危害 然后让这些可能的 不只是在我们的林地 可能在这个区域可能也有一些地 可以来种树 可以来建立一些森林碳汇的一些分享或是分论的机制 我觉得这个对于企业的诱因会比较大一点 那另外以政府来讲 也应该来补贴一点森林碳汇的保险机制 有很多事情都是要政府率先来做 可能做一些适度的补助 或是一些这个申请碳汇的一些相关的保险 或者是这个有关于风险的一个意志 政府都要这个拿出魄力来帮忙 来加强不管是企业也好 或者是林主也好 或者是公家单位也好 一些营林的一些意愿 那另外呢 我们也可以将这个森林的碳汇的一个好处 纳入友善环境的配套的措施 那最后一个就是提高诱因就是 建立林产品加工的循环经济的产业链 循环经济已经是成为世界的潮流了 那林产品它也是一个最好的一个 这个循环经济的一个这个材料 那甚至可以将这个碳 做一个延长的一个使用 或是保存 那还有一个循环经济的一个这个产业链 让整个企业呢着重起来 让有要从事循环经济的这个产业也产生出来 来提高碳替代的效益 这是以上有关于提升森林碳汇的诱因里面 希望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企业 我们的经营者 我们的林务局也好 或者是我们的实验林也好 还有我们的林主也好 要一起共同来努力的方向 那最后一个我想这个请教一个比较轻松的问题了 这个台湾现在这个高龄化越来越多 退休主义越来越多 那这个加上最近又变秋天了 那可以出去走走 那低碳旅游是现在一个趋势 那我晓得您也管了台大的实验林 那尤其是现在最夯的 西头的一个生理游乐区 那您怎么看这个未来的一个所谓的低碳旅游 那你们的西头生理游乐区 未来再搭配这样子一个森林旅游 有什么样一个配套 我们后来发现三天两夜的一个 西头的一个旅游活动 可以让你的NK cell 就是自然烧手细胞的活性增加 而当你回到台北以后一个月 才恢复到你原来的水准 所以我请问一下主持人 你每个月到西头几天 三天两夜 应该要去 就可以抵挡一个月的 一个月的 对 工作压力 是 那除了压力以外 还包括你身体的健康 提高你的免疫力 这个都在医学上证实 我们在国外发表了很多的这样的文章 那当然我们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还要结合低碳 低碳这件事情 如果一趟旅行花的这个排碳 是100公斤 我们如何能够让它变成50公斤 就像我们现在的排碳一样 要减排嘛 第一个是一定要先减排 然后过来才谈到 如何能够再征会嘛 一样的意思 我们也希望推这个低碳的森林疗愈 而且我们甚至把循环经济 纳入在我们的森林疗愈 低碳森林疗愈的游层里面 的一个活动里面 比如说你来三天两夜 第一天我带你去修枝 修枝是为了什么 修枝是为了要保 得到一个树干完满的树干 你去看那个Naya Naya神副 那部电影就知道 森林的经营就这样 让你让这个游客或体验者来这边知道 森林经营的确是要适当的修枝 这才是真正的森林经营 而不是说我现在修个枝 有人就打电话跟我们校长讲说我在破坏森林 绝对不是这回事 一定要适当的做森林的经营管理 就像我刚才所讲的 加强森林经营管理 这个树才会长得好 适当的修枝完了以后 你游客从你的心目中你就知道 原来真正的环境教育是这样子 森林的环境教育是这样子 然后隔天我们就把这些枝条 把它做萃取 变成金油 所以整个循环经济的概念 也把它融入在里面 让它这一趟旅游里面 除了这个低碳的概念 还有包括循环经济的概念 都融入在里头 那这样的话 整个企业再去一传二 二传四 我觉得在整个国内的循环经济也好 包括低碳旅游也好 都会起来 我觉得就会兴盛起来 那事实上我们也有这样的团队 已经在运作了 那也有几个企业团体 都觉得这样的一个 森林疗愈的活动的安排 还有包括整个循环经济的纳入 那甚至我们为了还要计算 到底它这一趟里面 如果是一般的旅游的话 它要拍多少碳 最后你透过我们的安排 减少了多少碳 这说不定就是未来你公司旅游的 这个减碳就像特斯拉一样 本来是这个汽车要排100公斤 你现在只排20公斤 说不定80公斤还可以卖人家 所以当然我们不是左眼这个 我们希望我们未来的 这个低碳森林疗愈的旅程里面 可以帮我们的顾客算这一块 你到底来这一趟少了多少的碳 减排了多少碳 然后增加了多少的生理的健康的指标 还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还有循环经济 我觉得这是没有相互违背的 那进一步你还可以得到你的健康 这就也符合我们这个联合国的永续发展目标 还有我们大学的社会责任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蔡教授来参加我们今天的一个 抢转这个滤金财的一个单元活动 那大家提到了真的台湾森林是我们的一个保障 那尤其在所谓未来净零排放的一个目标下 我想怎么样善用我们的森林碳汇 这样的一个方法 然后达到多盈的状况 就是我们今天录制这个节目的主要目标 今天谢谢各位的观赏 也谢谢教授 谢谢 好 谢谢